当今世界,人类和技术正处于一个转折点 在疫情期间,全世界都目睹了数字技术的能力 及其改变我们未来的方式 从5G到温宁网,到人工智能和云计算 诸多领域的新兴数字技术正在突破可能的边界 与之前的其他突破性技术一样 它们将对我们和地球的未来产生深远影响 巨大的可能性伴随着艰巨的责任 我们注意到,全球仍有近30亿人尚未连接起来 其中,大多数人生活在发展的国家,特别是农村地区 此外,诸如性别歧视,人类代沟 服务支付能力差异等等问题也依然存在 公平使用数字技术不仅是一种道德责任 更是对全球繁荣和持续发展自关重要 与10亿多60岁或以上的老年人 他们是今年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倾度互动的焦点 这一人口群体正在日益扩大 我们这个时代能够取得如此大的社会和经济成就 这一群体实在是功不可目 随着时间的推移 它们现在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 它们理应得到我们的关心和帮助 5月17日是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纪念日 庆祝的是国际电林的成立日 为了响应和支持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发起的 老龄健康十年持续活动的一部分 我们把今年纪念日的主题确定为 面向老年人和实现健康老龄化的数字技术 我呼吁您与我们分享行之有效的做法 并就未来工作献计献策 以帮助老年人成为数字世界的积极参与者和宝贵贡献者 2022年国际电联将举办三个重要大会 世界电信标准化全会WTSI 世界电信发展大会WTTC 和国际电联全权代表大会PP-2022 今年2022年代表着一个前所未有的机遇 我们可以借此打破互相排斥的恶性循环 并加快所有人的数字转型 让我们珍惜这一年 为了人类 为了全世界 让我们行动起来 我衷心祝愿所有老年人 都能享受到数字技术带来的快乐 而健康的生活 谢谢您 谢谢您